赵鸽 这个它打一些光去射到光 会用很多电的能量 因為現在能源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當然我們現在的能源大部分都是用 超過八成都是用石油、氧氧氧燒燒 但這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譬如它會製造很多二氧化碳 會影響地球暖化 我們的科研就是希望可以找一些再生能源 比較乾淨的再生能源 太陽能是其中一個可行性 入夜後的巴黎鐵塔 發放著璀璨燈光令人沉醉 不過在任穎華眼中 這個專門研究發光分子的香港女性科學家 有著不一樣的體會 看到燈光 你會想到現在大部分的燈光是用類似烏斯燈打 其實這個是很舊的一個技術 所以如果你是用那個 因為它其實超過百分之九十的 你加入去的能源都是用來做熱能的 任穎華是港大化學系教授 他今年三月到巴黎 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頒發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成就獎 頒獎禮每年舉行一次 頒獎禮每年舉行一次 專門由五大州挑選五個 有卓越科研成就的女性科學家 任穎華是亞太區的代表 而這個獎也都被公認為 女性諾貝爾獎 地位崇高 我想是誇張了點的 就不是女性諾貝爾獎 其實是鼓勵多些女性從事科研工作 以及表揚她們的一些小小貢獻 因為我是土生土長 一直都在香港讀書 我沒有出過外面讀書 我由小學、中學、大學 直至博士都是香港讀書 其實我希望打了一個很強的強心針 在本土畢業的同學 或者大家應該是 對本土的教育是有些信心 以及科研 其實是一樣做得這麼好 我想其實不只是我的一個認同 不只是對我自己本人工作的認同 我覺得是對整個香港科研界的 一個很大的鼓舞 因為是國際性的一個認同 年輕人 無論男或者女 如果他真的很喜歡做科研 我始終是覺得 或者未必是科研 任何一件事 總之他喜歡做 不是壞事 他有這樣的熱情 有這樣的興趣去做 應該是他專注 密密耕運去做 一分奸運一分收穫 一個女性洛貝爾獎 背後付出多少汗水 多少宙夜 不為外人道 這個獎 由巴黎帶到回來香港 任永華並沒有選擇放在家裡 反而將獎座放在辦公室 他說獎項是屬於全組研究人員 努力回來的成果 這些有機金屬發光材料 就是任永華長年累月開發 和測試出來的其中一個成果 複雜的分子結構圖 很多人都看不明白 但他們的結構 是由任永華結合重組而成 將金屬原子和有機分子結合 才能組成這個有機金屬配合物 也就是這些會發光的液體 它們不僅可以直接塗在膠片上 或者玻璃上然後發光 環保省電之餘 還改變了一向傳統發光 就是燈泡的固有形狀 任永華的研究最大的成就 更是發現這些發光液體 原來可以有效吸收到 以及儲存到太陽能 然後轉為電能 用來製造出太陽能電池 長遠幫助解決能源短缺的問題 任永華經常強調 自己的科研是屬於基礎研究 由完全不存在的東西 透過基礎研究 變成對人類影響深遠的發明成果 基礎研究一般人過來 可能覺得好像沒什麼用 但其實不是的 很多事情 你沒有一個很好的基礎研究 根本就不會再上去做到更好的 有應用前景 因為很多的發明 很多的科研的成果 都是 就是 serendipity 就是 無意中發現的 從那個 curiosity driven的一些研究 其實很多很重要的發明 都是 源於curiosity driven的研究 然後之後才發覺 原來可以這樣用的 原來影響這麼大的 這麼深遠的 不是每樣都要 一定是為了這樣才做 所以其實一個國家的強癒性 和他的基礎研究 是拉上很大關係 專注是任詠華做科研的座右銘 只是為了發文章而做科研 那就不對了 應該你是想解決一些問題 就很系統性去 很專注 怎樣做得好 那別人才會覺得 你在某一方面 是有你的貢獻在 其實我走的路 可能是被人走得遠了 或者是逗了路 你都是走最快最接近的路 我亦沒有去想這些 但是我覺得 只要你要專注 是很忠於你想做的事 或者很多事你要想 一定要走接近 怎樣可以最快做到這件事 那你因為你的心 想這麼多這些東西 這麼多雜念 我會覺得是雜念 那你就根本不會很專注 去做你的科研工作 因為你每做一件事 你都想想 我會有多少回報呢 是不是 不是這樣的 48歲的任命華 形容自己非常偏愛化學 所以和化學結下不解之緣 在拔稅女書院的中學時代 最喜歡的就是到實驗室做化學實驗 任命華的成績標柄 會考考到4A 4B的佳積 高考有1A 2C 考到A的 正是他最愛的法學科 當時學校幫他報讀香港和外國 例如是英國 加拿大的大學 都回覆收他讀醫科 或者是藥劑學 不過任命華當時並沒有選到賺到錢 或者被視為前途無可限量的醫科 反而選擇了自己最有興趣 但一些人會認為是賺不到錢 兼且不是太好前途的化學系 我自己本人就不想讀醫學 因為雖然我是讀生物 但我其實不太喜歡劈一下劈一下 所以我覺得我不太適合讀醫生 我現在回想 我就覺得我沒有選錯了 我想我是真的喜歡法學多一點 選在香港升學 沒有去到外國 任命華也覺得自己沒有選錯過 其實我覺得好看你個人 你個人如果你是沒有心去學的 你沒有心去做的 就算放你在全世界第一大學 都沒有什麼用 等於你周圍有很多美食 你都不肯拿手去拿來吃 或者掛我的餅在你的頸上 你都不去吃 你都會餓死了 所以我覺得是 最重要是有沒有心去做 我不可以說 香港培養的學生一定是好 或者一定不好 或者愛國名校培養的學生 一定是好 一定不好 所以我覺得凡事沒有絕對 很厲害的學校也有不好的學生 不好的學校也有很厲害的學生 所以我想是看個人 這是最重要的 在1985年港大化學系一級榮譽畢業 之後在港大化學系做教授 好快兩年間已經緩升為系主任 在擔任系主任期間 以38歲的年紀當選為最年輕的 中國科學院院士 又榮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與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老是人走出來的 土曾土長在香港接受教育的任穎華 充分印證了行行出狀元的道理 由興趣出發去作出選擇 不著重金錢的回報 默默耕耘 最終在中二的法學領域 創出邀人的成績 任穎華認為他今天的成就 是由身邊很多人支持而創造出來的 下一節會看看究竟這些是甚麼人 我工作多少小時 其實我也沒有計算過 肯定是超過十間… 十間…十間… 十間多小時左右 業務工作狂… 工作狂… 其實我覺得我不工作 因為我周身不舒服 我是要有時間去工作 我不工作 我放假我覺得我會生病 周身不舒服 我覺得… 我家人有些嘲笑我 就說… 你要回事業生 問一下一些… 技術 你就會精神一點 可能上癮癮了 如果浪漫之中 你跟你的師父一起呢 你浪不浪漫呢 你到底… 有沒有一起浪漫一下 暫時來吧 暫時… 因為我也是在做事 因為其實這個星期的行程 都挺緊密的 然後我自己又帶事來做 所以暫時… 都沒有時間 真的… 很休閒出來去逛逛 肯定很理解 很理解你那個… 我明白… 十分明白 是… 他不會埋著要久 你不可以坐車去逛逛 不可以… 不可以… 他會自己去逛逛 他自己… 他知道我做事 他就會… 會給我充分的時間 我自己去做 我自己的事 其實我們兩個人很好… 就是… 他又很了解我 大家又有大家… 自己的空間 可以… 因為其實我覺得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個體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空間 但是又… 大家一起又會做一些事 很開心 殷英華形容 他能夠放這麼多時間 在科研上 做到今天的成績 最重要都是多得盡夫的體諒 我會說緊張 我會覺得開心 但是能夠陪他們來 會不會… 就是覺得這個時刻都挺重要的 就是… 你們兩個… 兩夫妻的時刻 就是… 很多很多… 值得紀念的時刻 這個會不會是其中一個 值得紀念的時刻 當然… 這個… 因為… 他就是一個… 重要的獎項 會不會繼續支持他 繼續做科研 這個… 當然… 平時你是不是很支持他 都很看待他 我想… 我喜歡他… 他在空間… 就是… 今晚會不會跟他吃山蠔 我… 我想今晚會不會吃掉 … 因為我可以吃飯 … 就要吃飯 可以吃飯 只有一個… 水果的最後 … 就… 要吃飯 因为我基本上是一个比较非传统的人 我亦很幸运 我先生亦很明白我 小朋友见我 先生的机会是多过见我 他会多些时间陪小朋友 我觉得没问题 正如说你不是说陪多少时间 你和他一起共度的时间 究竟质素是怎样 一家四口 任泳华和丈夫和两个女儿 家庭生活落假融融 成为一个女性科学家 又自称工作房 原来年生BB的前一刻 都仍然留在实验室里面 为事业拼搏 托第一个手脑子的时候 身体开头不太习惯 但后来过了头几个月 其实都可以很全面去投入工作 第二个女儿出生的时候 基本上我完全是走路一样 好像平日走得那么快 我生了第二个女儿 那天我还在实验室工作 然后还自己开车去医院 我觉得对我来说 可能我是比较幸运 没有遇到很多身体不舒服 还有我很快就復原 我很快就立刻落地走 很快又回复回去工作 我未有小朋友的时候 星期日都会工作 后来都是要陪小朋友 星期日我通常就没有回实验室 没有回我的办公室 留在家里 不过都会带工作回去做的 其实 全人都会做的 是的 对 为什么会有这个转机 始终 我觉得都要做一个负责人的妈妈 都要有些时间 和一些小朋友多一点沟通 这个都很重要的 因为他们趁他们小的时候 还肯跟我的时候 多一点时间都可以带 他们都未必会有很多时间 可以留在家里或者一起 因为他们是一个小的 但是他们也很小 但他们也很小 有时会觉得 为什么 很多时候我又要出去公幹 他们有时候会觉得 为什么要出去公幹 但是你跟我解释 他们也会明白 其实他们也很明白 他们都很明白 其实他们很明白 我覺得 這些你也懂嗎 看到牌子就懂 但你這樣看衣服當然不知道是什麼 你覺得是怎樣 很少可說去逛shopping 也有時候逛逛的 但我沒有說要追上名牌 而且我也很隨便 隨便看上去好樣 然後穿得上去舒服 我就可以了 不是一定要名牌就一定是好的 每一次來巴黎 你會不會走這條路 我很喜歡走這條路 我也很喜歡 做一下window shopping 又有些小的路邊的茶座 又可以看到海船門 走這條路很漂亮很開心 怎樣教女女看金錢的價值 我跟她們 她們都不是追上名牌 我不會灌輸這樣的思想 她們 因為我和我先生都是比較隨便的人 沒有說 隨便衣服穿得舒服 看上去多好看 沒有說你是否一定很貴 或者很便宜 不會這樣 那些女兒都會有這樣的思想 在家裡教導小孩子 上班就教學生和研究生 任命華說 對學生的犯錯 她會直接批評 在著名巴黎景點海船門前 任命華就以拿破崙作為比喻 她知道科學家 就是要學會怎樣接受別人的批評 我想不要過份自信 這真是很重要的 凡事都應該是多方面去想 不要偏向一邊去想 做科學也是要比較 思想開明一點 接受多些不同的意見 接受不同的批評 當然忠言逆矣 我經常跟學生說 我不是很懂得繞彎活覺 很遠轉去說話的人 我會很直接 我自己都是 譬如人家對我的批評 一定是有他的原由 你肯定是有些事情做得不好 才會被人批評 然後你怎樣去改善 這個是更重要的 其實接受批評 一個人肯接受批評 才會有進步 我一向都很相信這件事 做事認真、嚴謹、追求完美 任命華華是受了一個人的影響 這個在他中學時代 教生物科的簡老師 對啟發他往後的人生 有心願的影響 他真的很熱愛他的工作 他很嚴謹的 其實是很嚴謹的一個學生 是很嚴謹的一個老師 對我們要求也是很高的一個老師 所以上去課 每個人都有點害怕的 因為一定要溫習之前他教過的東西 因為他會隨時叫你起床問一些東西 你一定要很留心 要知道說什麼 要求都高的 但我覺得要求高 你才有進步 你才會做得好 而且他臨盤的時候帶著肚子 都還在教學 還在跟我們加糖素 因為那時候要應付中學會考 我很記得讀中六、中七的時候 他都說了一句說話 就是敬業、熬業 這句說話我一直都記得 而在你將來受限 是的 其中一個做就有名 你既然喜歡這件事去做 你就應該盡你的全力去做 做得好與壞 這個不是一個問題 是你已經盡力用心去做 就不是隨便去應付 女性諾貝爾獎的國際樹泳 對他來說並未止步 其實我又不覺得我自己真的很成功 我覺得現在才是我的起步 我覺得我現在還未滿意自己 任允華的目標 跟全球所有為了解決能源問題的科學家一樣 希望最終找到一個方法 成功分解到水的分子 可以得出氫氣這種乾淨的能源 會不會有一天這個鐵塔 可以做到像你所說 用乾淨的能源去潛射 會…當然可以 當然 希望有一天去… 希望… 不只是鐵塔 我想整個全球 都希望可以做一些小小的貢獻 接下來是波影 淑女cha-cha-cha 旅廣培創辦的漁人生 原本只是一間很小的雜貨店 她的兒子余東船接手之後就發揚光大 發展成一間橫跨星馬香港以及中國的大型企業 但是余家後人意見有分歧 余人生的股權出現很大變動 之後也都重新統一 想知道其中的故事 請留意下一集香港白人 在那個企業中 我會做什麼 居住